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民间故事。 今天故事的内容是,麦货郎被踩主招为上门女婿,半夜入洞房时,貌若天仙的新娘却悄悄放出了一条蛇。 大街上人迹罕至,一个身材魁梧的麦货郎踩着半尺厚的鸡血,正费力地眼尖叫卖着。 天还没亮,她就冒着严寒早早起床。 今天过小年,她想着能够多卖些货物早早回家。 只是家家户户,门窗紧闭,人们都躲在屋里烤火,生意惨淡。 眼看快到中午了,还没有卖出去几件货物,她微微叹息一声,并没有回家,而是转身走向一处偏地的小巷子。 挑夫名叫周二郎,在家中排行老二,上面还有个哥哥周大郎。 周大郎早已成婚,却是个好吃懒做的主,对老爹不闻不问。 周二郎很孝顺,只得把老爹接过来,为了维持生计,他做起了卖货郎。 半个月前,周二郎像往常一样去卖货,半路上遇到一个衣裳蓝绿的老妇人乞讨。 不知为何,周二郎见到老妇人后,有种莫名的亲切感,心善的她拿出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帝过去。 老妇人姓张,对周二郎感激不已,见她衣衫单薄,脸冻得通红,很客气请她进屋去喝杯热茶。 周二郎点点头,跟着张婆婆进了屋。 进了屋子,周二郎的眼角不知不觉间湿润了。 屋子破烂不堪,屋顶还露雨,家里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张木床。 张婆婆笑了笑,说这些年已经习惯了。 还说她有个养女名叫王秀珠,前几年外出拜师学艺,不知为何音讯全无,至今仍没有回来。 说到此,张婆婆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哀伤。 看得出来,她这些年受了不少苦。 大婶,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和小声说。 周二郎见到张婆婆,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娘亲,眼泪不知不觉滚落下来,声音有几分哽咽着说道。 此后,周二郎每隔几天都会买些吃的来看张婆婆。 只是老爹近来身体不好,每天都要买药,家里穷得快接不开锅了。 为了维持生计,周二郎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干活。 周老汉不忍心,儿子大寒冬的,还在外受冻,他于心不忍,叹气道,二郎啊,你还是把老爹送回去吧。 爹,你怎么能这样说,都说养育之恩大于天,只要二郎有一口吃的,就绝不会让爹爹挨饿受冻。 周二郎正声道,你那不成气的哥哥,周老汉一脸愧疚和叹息。 其实,周二郎并非周老汉亲生,是他收养的一个孤儿,周大郎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 周老汉夫妇一直对周大郎很溺爱,无形之中就冷落了周二郎。 但是,周二郎很听话懂事,他不仅不怪罪养父母,相反还懂得知恩图报。 这些年,周老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家里的活都是他在做。 分家时,周大郎是长子,霸占了所有家产,周二郎不得不搬到村头一间破烂的小木屋住下。 不久后,周大郎嫌弃老爹在家白吃白喝,还需要人照顾,便把他赶了出来。 周老汉无处可去,只得一脸惭愧去投奔养子周二郎。 周老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不忍心自己把养子拖垮,整天安生叹息。 话说周二郎给张婆婆送去了几个铜板后,忙不迭往家里方向赶, 他要给老爹熬药。 辛苦劳累大半天只赚了三个铜板,周二郎一脸苦闷,不住叹息时,大哥周大郎静止走了过来。 二郎啊,哥哥给你带来了好消息。 周大郎虽然打着哆嗦,可眸光中的喜意掩饰不住流露了出来。 有声事赶紧说,我还要回去给爹熬药。 周二郎冷冷地回了一句,镇上王财主家招亲,选中了就能成为王家上门女婿,后半辈子衣食无忧,若是选不中也不打紧,白赚无两银子。 周大郎不紧不慢地说道,有这等好事。 周二郎听了后不免动心了,他辛苦大半年都赚不到五两银子,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。 当然,王财主说了,要通过考核才能拿到五两银子。 二弟身材魁梧,问题应该不大。 周大郎微微点了点头,输完后给了周二郎一张木牌子,你拿着他去王家,管家看了牌子后就会让你进去的。 周二郎面露一货接过牌子,一股淡淡的檀香传来,他犹豫后还是赶去了王家。 来到王财主家,周二郎以为会有很多人前来,毕竟无两银子的诱惑不小,谁知大门前门口罗雀。 这时,管家正好走出来,周二郎连忙把手中的木牌子毕恭毕敬地递过去。 管家借过牌子,望了一眼周二郎后微微点头,淡淡说道,请随老夫来。 周二郎没有说话,跟随管家来到一百,设有几分古怪的屋子,屋子里空无一人,只有一对石狮子。 石狮子口吞铁球,样貌猙獰,周二郎见了不免有些害怕,不由自主退后几步。 突然,石狮子中的铁球动了,其中一只石狮子口中的铁球不知为何掉落下来,发出空的沉闷声响。 隔壁一间暗房内,一个尖嘴猴塞的道人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不错,是个好苗子。 道长,那就定下了。 王财主脸色苍白,面露恭敬,低声询问道。 他身边一个穿着道袍的女弟子则神色怪异,紧紧盯着周二郎,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。 道人望了一眼女弟子,微微皱起眉头,面色如海,让人捉摸不透。 他点点头,王财主大喜,手一挥,连忙把管家叫唤过来,管家得令后大步离去了。 话说,周二郎还在惊异间,管家推门而入,满脸堆笑,恭喜公子,以后公子就是王家的人了。 说完,恭恭敬敬请他进了那堂。 一间宽敞的雅室,王财主笑眯眯地望着周二郎,很客气请他坐下。 周二郎显得很拘捷,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害怕,念如道,小生不过是一穷小子,恐怕会让王老爷失望了。 贤侄和小女是天定的缘分,这是天大的好事。 贤侄尽管安心做我王家的女婿,他人若是敢说半句不敬的话,休怪老夫对他不客气。 说完,王老爷神色严肃了几分,半个月后,王财主家张灯结彩,一片喜庆。 当然最开心的莫过于周大郎,他帮王财主找到了如意女婿,王财主大喜,赏了周大郎白银白两。 王财主家千金,王若兰美貌动人,自己做了王家女婿后,不仅下半辈子一时无忧, 老爹也能安享晚年,这是多少人求之不来的好事。 然而,周二郎却神情忐忑,内心涌现一股莫名的不安。 九过三旋,喝得半醉的周二郎进了洞房,新娘子果然貌若天仙,周二郎两眼看呆了。 新娘一眼内态,暗地里却悄悄放出一条蛇。 这时,一个蒙面黑衣人闯进洞房,新娘来不及喊叫,就晕倒在地。 黑衣人身形窈窕,一看就是个妙龄女子。 周公子,快跟我走。 黑衣人快速说道,周二郎面露犹豫,毕竟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。 周公子,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黑衣人语气急促了几分,周二郎点点头,快步跟随蒙面人从后院溜了出去。 然而,二人还没走出王家,一个身材瘦小的道人挡在了面前。 黑衣人大惊失色,师父,逆途。 道人怒骂道,幸好为师早就留了一手,固然这十几年的功夫就白费了。 师父,修炼长生术要稀释活人阳气,害人不浅,这是逆天而行,终将会遭天浅的。 黑衣人哭喊道,你,你,道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 道人道号虚左,最心于长生术,修炼长生术需要一名走音女配合。 所谓走音女,是女子天生基因体质,能和阴界沟通。 而长生术,乃是一门邪术,逆天而行,专门吸食活人阳气。 但一身阳气充盈后,就能借助走音女的神通,让将死之人重回阳界。 此法伤天害理,当然风险也很大,若是让阴差发现将会功亏一篑,自然价钱也不低, 所以一般只有富贵人家才请得起虚左道人。 施展此法,自身的修为将会大幅度提高,还能赚钱, 所以虚左道人才会见走偏锋,修炼长生术。 王财主前半生做了不少亏心事,如今身有暗急,另不久矣,所以才花重金请来虚左道人。 王财主借助招女婿为名,已经找了十几位年轻力壮的男子,就差一位吉养体质的男子了。 周二郎完全符合条件,这让王财主欣喜不已。 道人冷哼一声,一掌把黑衣人打晕了。 住手,正当道人要把周二郎打晕时,一个老妇人走了过来。 周二郎一喜,这不是张婆婆吗?滚开。 虚左道人以为又来一个女乞丐,面露不悦,想不到修炼长生术之人竟然是你。 张婆婆一脸痛惜,虚左道人大笑道, 谁也不能阻止我。 说完,虚左道人拿出了木剑,要对张婆婆行凶。 周二郎害怕了,赶紧把张婆婆护住。 张婆婆神色淡定,轻声对周二郎说不用害怕。 说完,张婆婆口念咒语,顿时走来一对身材魁梧,身体几律甲的阴差。 你,你是走阴女? 道人惊骇地说不出话来。 张婆婆走上前和阴差说了几句话,阴差点点头,漠然间一身杀气蔓延开来。 道人来不及反抗,就被阴差给收拾了。 秀珠,快醒醒,张婆婆说完,把黑衣人叫醒了。 周二郎惊恶不已,想不到救自己的竟然是张婆婆的养女王秀珠。 五年前,王秀珠被虚左道人抓去,张婆婆到处打听她的消息。 听说最近有年轻男子失踪,张婆婆暗中追查,终于查到了王财主家有异常。 其实,王秀珠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逃跑,当她得知这些年养母有周二郎在照顾时,对周二郎感激不已,所以她才听死要救出周二郎。 只是须左道人很聪明,发现了女弟子不对劲,幸好张婆婆出面,救下周二郎。 事后,周二郎和王秀珠二人有了感情,张婆婆做主把养女嫁给了她,而王财主在半个月后就去世了,也算是得到了报应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,还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和转发,让这个民间故事系列作品能继续存活下去。 您的点赞和转发,决定我们输出内容的方向,也是我们做视频的最大动力,谢谢。 下期更精彩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